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腹部后面将螃蟹的盖拆下来 这里是蟹膏蟹黄的一些好东西 别丢了 也别用水去洗它们 打开蟹盖的目的是去除海绵状的蟹塞 蟹塞是比较脏的地方 有人会继续去掉蟹味 蟹心和蟹肠 我通常只会去掉蟹塞 这样就可以了 这是加拿大产的温哥华蟹 这种蟹个体普遍比较大 今天的两只螃蟹重3.1磅 还是挺大的 这种螃蟹的肉质也很肥美 细腻 把蟹爪敲碎了 这样煮熟 容易去壳 这是我家孩子最喜欢吃的蟹腿 这种蟹肉质也很肥美 这会儿它彻底动不了了 两只螃蟹都处理好了 准备一点姜 蒜和小葱 姜蒜炒香 加入螃蟹 加一点盐 口味淡的人也可以不加 加一点水 大火烧开后 转小火煮15分钟 像蓝蟹 花蟹等小螃蟹煮10分钟就可以了 哇 看起来就好诱人哦 果然是 见之垂涎三尺 食之不忍释手 加入小葱后继续煮一分钟 小炒螃蟹就做好了 不仅做法简单 而且最大限度地保持了海鲜的原汁原味 喜欢吃清蒸或者香辣蟹的人不妨试一试这种做法 这就是今天的炒螃蟹 有收获的朋友请您帮我点个赞 或者订阅转发我的频道 谢谢大家收看 有任何问题 请在评论区给我留言 我是小易 我们下集再见 见